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 我是你的笑編,奇 普通人很難許去想像有錢人的日常 畢竟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異於常人 漫畫家Nixon就嘗試以有錢人的角度 去畫出各種爆笑的幻想漫畫 讓大家可以看看他們的日常 錢在他們眼中就是一切 只要有錢就可以做任何的事 1. 買車不用賺錢 連裝鈔票的包包都送出去 2. 一般人看到懸額只剩6.3 一定會哭天哭地 但富翁卻對可用懸額無上限,習以為常 3. 遇到後面的車開遠光燈照射 富翁就用黃金反擊直接把對方送遠 4. 瘋狂撲卡的雜點獎品對他們來說完全沒意思 因為他們寧願花現金買 5. 瘋狂撲卡的雜點獎品對他們的貨物 5. 瘋狂撲卡的雜點獎品對他們的貨物 6. 瘋狂撲卡的雜點獎品對他們的貨物 6. 無停車位怎麼辦?他們就有辦法 7. 既然敢給我罰單?我?我有的債錢 8. 我現在就馬上買了所有的停車位 8. 對人家的努力覺得很好笑 直接用錢就把所有的難題搞定 9. 就算只是用幾十元 有私人的增值都會直接五位數、六位數 10. 遇到推銷員買保險 他們都會直接說 我每天都會賺三百萬 你真的覺得我需要保險嗎? 11. 遇到來來往往的旅客怎麼算好? 直接請保鏢把他們保持距離 再拍下最靚的紀念照 12. 想買樓? 那就不要把錢在 Starbucks 和新手機上 有錢人就會說簡直廢話 有錢人的日常真的瘋狂得很厲害 有什麼問題直接就可以用錢解決 這樣的生活真的令人非常嚮往 不過如果人生只有錢、錢和錢的話 那還有什麼意義呢?